核问题六方会谈,今天在北京又重新开始,但是其中有三个参与国,包括了美国,韩国和日本的这个谈判代表都表示说,从这个关闭的,已经被正式关闭的这个核设施,就是采集核样本这个问题上面,北韩现在又出现了出尔反尔的态度,而且他表示说,不能够允许国际现场员去采集这个核样本, 在这个问题上,这三国的代表都认为,可能还是这一次谈判不能够出现比较乐观的结果,在解决北韩的问题上,您认为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会和布什总统相比之下,采取哪些不同的措施吗? 我觉得奥巴马的政策跟布什的,就最近的政策不会有太大的不同,布什一开始的政策是比较强硬的, 但是呢,他这种政策呢,也起到了一些不好的这个影响,使得北韩人开始真正进行核测试了, 那么现在,所有的各方都说,他知道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他不需要任何,在这个朝鲜半岛上任何的核武器, 美国,中国,包括别的国家,都会帮助北韩进行经济发展,但是,对于怎么来达成这些目标,谁来做出第一步的让步,还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现在北韩已经关闭了一个主要的这个宁边的核设施,他也允许国际的检察员去那里, 但是他给出的一些记录,就是给出他们过去做了什么的这种记录,说有人争论说如何来验证这些记录, 美国想要派人去北韩,然后来进行调查,北韩政府说,这样有一些侵入性,他就拒绝了, 也有人担心说,北韩跟叙利亚等国家还分享一些核计数, 还有一个新的担忧,也有人担心说,北韩跟日本, 也就是他们过去之间有的一些问题,他们这两国之间也有紧张冲突, 所以中美两国在这方面合作很紧密,想要来处理这种种问题, 在布什政府这个政府中,很多人也认为中国在此扮演了很积极的角色, 我觉得奥巴马的政府也会是继续这样的一种政策, 北韩不是一个容易打交道的国家, 他们现在的一些领导人也有一些健康问题, 也不知道下一件掌权的人会是谁,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以后中美还会有更进一步的合作, 想要来更好地处理这个北韩的核问题。 刚才我们节目开始提到的这一份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所公布的, 在12月2号公布的这份报告, 其中也谈到了说,建议美国政府对于那些已经承诺, 自己不会发展核武器的国家, 要为他们提供民用核反应堆所需要的这个原料, 同时呢帮助他们去开发民用的核技术, 我们怎么能够保证, 因为我们也听到, 比如说伊朗曾经长期以来一直宣称, 对外宣称, 它的核技术是用于民用的, 我们怎么能来区分这方面的这个界定的标准, 另外一个就是怎么样能够防范民用的核技术, 不会流失到比如说恐怖分子手中, 民用的这些核材料不会流失到恐怖分子手中。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于核不扩散条约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这个领域, 核不扩散条约也是1968年签署的, 包括俄罗斯啊, 美国、英国都签署了这一条约, 中国和法国在当时呢不愿意参加, 觉得它限制了他们国家的这个研发和能力, 后来中国也加入了这一条约, 他们是觉得这种技术和武器的扩散不是一件好事。 那么你刚才的问题中也提到了说, 比如说对有些国家像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 那么这个条约中也指出, 新的国家都不会这个有核武器, 但是已经有了核武器的国家会帮助他们来开发一些核技术用于能源等等。 但是问题是当你把这些技术给他们以后, 这些技术可以帮助你来这个核电力, 它也可以只要经过浓缩这个步骤, 也可能会成为核武器的技术。 那么伊朗有这样一个问题, 北韩也有这样一个问题, 它北韩就有时退出了这一条约。 你也提到了恐怖分子的危险, 在条约签署的时候, 当时这个恐怖分子还不是一个大的威胁, 所以现在再来看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 在2010年会有这个重新审议大会, 中美和别的一些国家都会重新聚在一起来审议这个条约, 其中有人提出一个建议呢, 就是要经过辩论的条约就是, 你可以允许, 就是没有新的国家不可以直接地来获得这些核的技术, 但是你可以联合地来进行这个核技术的获得, 那么比如说伊朗, 它可以获得一些核的燃料, 不是自己直接获得, 而是通过加入这样一个联合体来获得。 巴西, 包括和一些南非等也反对了这种提议, 那还有人只是说, 他们说, 你把这些材料给他们, 有些国家就可以自己来研发, 所以这肯定是一个中国啊, 美国包括别的一些国家要来处理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最近在印度孟买发生的恐怖袭击, 增加了外界对南亚地区, 比如印巴之间还有南亚地区安全局势的这个担忧, 这份报告刚才我们提到的12月2号公布的美国国会委员会的报告呢, 也提到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虽然公开保证他不会率先使用核武器, 但是呢, 这份报告说巴基斯坦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成为美国遭受恐怖袭击的源头, 这种风险实际上是和911反恐战争发生之前, 你认为增大了还是说减少了, 比如恐怖分子在来自于巴基斯坦的基地组织, 或者是其他的非穆斯林的这种组织的攻击, 这种风险是增大了还是减小了相对于911, 根据美国的情报机构的一些调查, 包括WMD的委员会的报告也重新验证了说, 美国现在受到了核这种恐怖的威胁呢, 是来自巴基斯坦, 911呢是从阿富汗来, 911之前呢是从阿富汗来的, 那么现在呢阿富汗已经有美军驻扎了, 所以就很难再从阿富汗来, 向美国来这个有这种核的威胁, 但现在呢巴基斯坦就成为源头国, 现在中国跟巴基斯坦的政府合作也很紧密, 但是巴基斯坦现在的政府对这个国家的, 是 谢谢大家